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我現在提出建設香港北部 成為移居移業移遊的都匯區 並開拓更多可供居住和產業發展的土地 這個面積達到300平方公里的都匯區 覆蓋由西至東的深港口岸經濟大 和更加忠心的福地 將進享港深優勢互補融合發展的紅利 幫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北部都匯區將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並營造城市與鄉郊建合 發展與保育並存的獨特都匯景觀 而支撐住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 維港都匯區 亦都會擴大到包括明日大如遠景的 交易州人工島填海 這兩個位處香港南北的都匯區 將可提供大量土地 完善香港的空間佈局 並駕齊區互相輝映 推動香港的未來發展 北部都匯區包括天水圍 元朗和粉嶺上水等已經發展成熟的新市鎮 和他們鄰近的鄉郊地區 並有六個處於不同規劃 或者建設階段的新發展區和發展樞樓 他們是古洞北粉嶺北 洪水橋下村元朗南 新田樂馬洲 民感度和新界北新市鎮 是香港未來二十年城市建設 和人口增長最活躍的地區 這裏擁有多達七個跨境六路口岸 是香港境內促進港深融合發展 和聯繫大灣區最重要的地區 目前在北部都匯區內的 多個以規劃和規劃中的發展項目 預計可以提供大約35萬個住宅單位 北部都匯區經過這個策略的發展 可以額外開拓大約600公頃用地 作住宅和產業用途 估計可以提供的住宅單位 額外的住宅單位 大約是165,000到186,000個 連同元朗區和北區 現在有的39萬個住宅單位 整個北部都匯區發展完成之後 總住宅單位數目將達90萬5,000個 留言呀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